在秦子威的带领下,两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座远离闹市,极为清雅的阁楼之前。 阁楼的匾额上,书刻着清轩二字,阵阵茶香自阁楼之中飘来。 秦子威领着夜晨步入了阁楼之中,阁楼分为上下两层,而一层却几乎已经坐满。 夜晨朝着座位上的茶客看去,只见这些茶客一个个气度不凡,实力也普遍在还真镜中期级以上。 秦子威道 这清轩茶室的茶虽好,但也不是一般舞者能够消费得起的。 在天人寓内,统一使用的货币,名为天灵金。 一壶清卷灵茶就要花费一千天灵金,这是大多数还真镜之下舞者一年的开销。 所以能来这里的,一般都是还真镜中期以上存在,而且非富即贵。 夜晨点点头,跟随着秦子威走上了二楼,心中对那清轩灵茶的期待更加强烈了一分。 而此刻,一楼的那些茶客们,看着两人朝着二楼走去,都是微微一愣。 眼中闪过了惊讶之色。 要知道,即便都在茶室之中喝茶,消费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二楼的消费水平远远高出一楼,而且只有在二楼才能喝到最正宗的清卷灵茶。 但之所以,即便是这些颇有身家的舞者,都只是在一楼喝茶,便是因为二楼的消费实在太高了。 光是在二楼坐下,便要支付两千天灵金的服务费用。 相比于一楼,二楼的客人便少得多了。 而且举止比一楼的那些茶客更加优雅,从容。 如果说,一楼还有一些带上土豪,饱发护气质的客人的话,二楼则都是真正的世家子弟。 一举一动都带着大家风范。 若非要说有谁与这二层茶室格格不入的话,那就是夜沉了。 夜沉的性格从来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至于优不优雅,完全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秦紫薇带着夜沉朝着二楼靠后的座位走去, 突然之间一道身影从夜沉的眼角闪过。 她的瞳孔瞬间一缩,忍不住朝着那身影所在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二层茶室的角落位置,坐着一名身着素雅轻衣正在品茶的少女。 这少女的容颜无比无比精致, 即便以夜沉的眼光都可以称之为绝美, 甚至比之举曲单性也分毫不差, 论气质还要更加出尘。 动人一分, 其身材亦是无可挑剔, 双腿修长, 柳摇盈盈。 虽然不算多么劲爆, 但却有一种极其自然的美感。 同时, 这少女的美眸宛若纯净的翡翠一般, 更为她增添了一分异样的魅力。 不得不说, 夜沉都有些惊艳了, 但她之所以注意到这女子却不是因为她的容貌。 这女子的容貌虽然无与伦比, 但夜沉最在意的是她的修为, 虽然轻衣少女此刻已经掩盖了境界, 但以夜沉的神念之强, 还是一眼便看穿了。 她竟是一名还真静七层天存在, 而且这少女不仅是外表年轻, 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模样, 其真实年龄同样一点都不大, 甚至不到一百五十岁。 不到一百五十岁的还真静七层天存在, 这有些惊悚了, 天人欲的舞蹈强到了这种程度。 来喝个茶都能碰到如此恐怖的妖妞, 不过更让夜沉心惊的是, 她能感觉到少女的身后还隐藏着一名强者。 而这名强者的实力, 夜沉竟是有些看不透了, 以她现在的实力, 能让其看不透的至少也是还真静巅峰存在。 能令这等存在贴身保护, 这少女是什么来头? 秦子威有些调笑地开口道, 好美的女孩啊, 叶公子, 你盯着她看了半天了, 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夜沉闻眼有些尴尬地轻咳了一声道, 这女子很强, 让我有些在意罢了。 秦子威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与夜沉在一张茶桌前坐下。 这时, 那轻衣少女品完了手中的茶, 将茶杯放下, 朝着夜沉二人所在的方向看去。 她方才感应到夜沉的目光, 不过因为在品茶, 所以没有理会罢了。 此刻一看, 翘脸之上确实不由地浮现了一抹惊荣。 秦子威? 她怎么会来这里啊? 说着, 她又看向了夜沉, 神色欲发震撼道。 男人? 秦子威竟然带着一个男人一起喝茶?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能够轰动整个天人狱了吧, 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出现在秦子威身边的, 更别说是一起喝茶了。 一时间, 这轻衣女子对夜沉也产生了一丝好奇。 这时, 一名身着旗袍一般白裙, 面容九分以上, 称得上美人的女子, 走到了夜沉二人的桌前, 微笑道。 两位, 需要点什么? 秦子威笑道。 一壶清轩灵茶, 还有, 多少一些精致的茶点? 说着, 她转头对夜沉道。 这茶室的茶点也很不错, 你尝尝。 很快, 清轩灵茶与一盘冒着热气的茶点便端了上来。 夜沉闻着的茶香与茶点的香气,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这些茶点一盘盘都无比精致, 简直能称之为艺术品了, 并且看起来与华夏广东那边的早茶点心有些相像。 要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夜沉在炎珍狱内可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过。 虽然对她的身体没有影响, 但却让她嘴馋了。 眼下看到这么多美食, 夜沉瞬间食指大动。 秦子威为夜沉倒了一杯清轩灵茶道。 快尝尝这茶, 怎么样? 夜沉端起茶杯, 将杯中茶一饮而尽, 只觉得一阵清新至极的芬芳, 在口齿间吹拂而过, 同时身体微微发烫, 有一种极为舒爽的感觉。 她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茶杯道, 好茶, 不仅是滋味, 其效力也是绝佳的。 不夸张地说, 这是夜沉至今为止喝过的最好的茶。 难怪要卖那么贵, 这灵茶长期喝甚至对强化舞者的身体都有不小的作用。 说完, 夜沉也不顾形象, 直接开始对桌上的茶点发起了进攻, 一边喝茶, 一边品着茶点, 竟是比喝酒吃肉还要痛快。 这时, 秦子威突然拿出了传讯御服, 扫了一眼, 对夜沉道。 夜沉, 我有些事情要出去一趟, 你要在这里等我, 夜沉点头道, 好。 当即, 秦子威便离开座位, 朝楼下走去, 一边下楼, 一边面带微笑的喃喃道。 夜沉, 既然你不愿自己出手, 那我只好帮帮你了。 我费尽心思为你安排了这次机会, 你可要好好把握呀。 说着, 秦子威的身影便很快消失在了阁楼之外。 这时, 夜沉还在大块朵衣之中, 这一餐, 夜沉足足吃了半个时辰, 才全部吃完。 可眼看着桌上的盘子已经全部都空了, 秦子威却还是没有回来。 夜沉坐在座位上, 一边饮着最后的几杯清悬灵茶, 一边微微皱眉道, 子威他不会把我扔下, 逃单去了吧。 这倒不是夜沉小计, 而是他现在身无分文呢。 他现在身上一块天灵精都没有, 这要他怎么付钱呢? 不过夜沉心底还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秦子威回来, 很快一个时辰过去了, 夜沉不得不承认他被秦子威坑了。 足足一个时辰, 秦子威都没有再出现, 这时一名侍女看向夜沉, 目光闪烁了一下, 朝着夜沉走了过来道。 这位公子, 您还需要上点什么吗? 夜沉文言不由地面露苦笑道, 不需要了。 他都没钱结账, 还怎么点? 那侍女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道。 既然如此, 可否请公子将这里的账先结一下呢? 夜沉有些试探地问道, 多少钱? 那侍女笑道。 一万三千天灵精。 夜沉沉默了片刻, 对着那侍女开口道, 我在等我朋友, 等她来了会结账的。 那侍女门言神色却是冰冷一分, 但还是点了点头道。 好。 说着便退了下去, 可很快,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秦子薇依然没有出现, 夜沉知道她不回来了, 不过夜沉好奇的是, 秦子薇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让她体验一下吃白食的感觉吗? 这时, 方才那名侍女再次走了上来, 她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神色冰冷地开口道。 公子,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 你的朋友回来了吗? 夜沉闻言摇了摇头道, 她不会回来了。 那侍女凝视着夜沉道。 那么, 请公子结账。 夜沉有些尴尬地轻壳一声道, 那个, 我现在身上没钱, 可不可以先欠着, 我保证, 很快就会回来付账。 侍女文言当即冷笑了一声, 她早就发现夜沉衣着朴素, 看起来就不像是有钱的模样。 什么朋友离开等等都是借口, 就是拖延时间的。 当即, 她有些讥讽地开口道。 公子, 不是我们清宣茶室小气, 只是, 你这是第一次来茶室之中饮茶就要收账, 有这个道理吗?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公子跑了, 我清宣茶室找谁说理去呢? 就在侍女说话的同时, 已经有几名身着黑衣的大汉, 走了上来, 将夜沉的茶桌围住。 这些人浑身气息滚滚, 都是还真静的舞者, 他们看向夜沉的眼神已经不善了起来, 显然, 不付钱就要动手了。 这时, 茶室之中的不少茶客都已经朝这边看了过来, 面上带着讥讽之色, 没有钱还想来清宣茶室喝茶, 真以为清宣茶室这么好糊弄。